对 因此我从这转ṭ 到一个左 Fal 右转发 右转吧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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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这 右 右 右 左 右 右 右 左 右 右 左 右 右 O 然后 这个人 线 线 颚 道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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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因为 经常有那 种 特别 快 的 自 行 车 应 要 走 太 右 对 所以 他有的时候会让你从右边走 因为我记得从右边走一个是烤点 是上来就是人行道 再就是前面左转的那个地方 路口进处左转 还让你走那个红灵灯 我想想我当时 不对我当时是右转的 我瞎不猜了 我先右转一下 然后又让我转回来了 对对对 所以就这种一定要观察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正好这个自行车的人 这个地方也会有出来人 黄灯了 黄灯了 我当时是先右转 想踩了 哦,它就相当于考了你一下怎么去Handelland的,但是它并没有让你进去 没有啊,就从那个环岛那个U-Term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到苏文军那自己去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条线的 然后有的时候你直接右转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便道 这也是一个考试的点 而且这条路是 好像是四十吧 我记不清四十还是五十 就是说你五十你转过来以后一定要加速不能阻碍交通 因为后面就是个红绿灯 因为现在不是考试就放松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一定得 呵呵呵 然后我没记错的话 我没记错应该从这儿 从这儿它叫我 它叫我又 它叫我又转下去了 对 对 我考试是中田 对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一块区域 然后让你在这里面转着 对 我当时是这样的 对的 就是这儿 然后 让我再进到这儿的社区 然后路上呢 不停的 让我分神 聊我为什么来瑞典 干什么的 然后 然后感觉瑞典怎么样 反正它就是 它就是让你分神 然后呢 看看你在这种 跟人聊天分神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 handle 这种 这种这个交通状况 然后它好像是让我从这儿转的 对 是行的 好可爱 好可爱 然后这种 右边的岔路一定要 减速慢行 因为这边是右手原则 你要让行 右边来的一切的 可能的这个情况 要看一下左手有没有来车 没有的话走 登跑的两个人一定要保持着距离 下天全是叶子 看不清人 一定得小心 走 好可爱 你把你打给平才了 不是 好可爱 这个很平常 没有被踢成 66米 60米 这个车更有意思 我当时是开到这的时候 他告诉我前面有个停车场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停 然后我当时开到这 我正好说左手边有一个地方 正好就是宝马车这个地方 我说我能不能停这 他说行吧 然后我就一把劲去了 一把劲他让我倒出来继续走 他就是这一片 右手边 就停了个绿色车 他说你一会儿到这来停 然后正好我走 那我看到了 左手边有个停车场 然后我就 但是呢 这个地方他当时是让我左转了 但是我愿意往前开一下 因为前面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经常容易 烤你的那个L型倒车 好 你要跟右边保持一点距离 我把你热 我知道 这不是太突然了吗 我知道 这不是太突然了吗 这是一个烤L型倒车的地方 这是一个烤L型倒车的地方 但是我烤车的时候没烤 但是我教练带我练的时候我知道 这是一个地方 我教练带我都错了好几回 他让我前方左转 就这个地方左转的时候 我教练带我都错了好几回 当时也是这么长的队 因为对面这个地方 你又要让直行又要让右转 你左转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好像还好没有人行行道 就是你要观察对面 有没有直行车右转车 你都要让 好 回去之后也不能走右边的道了 右边的道就是公交车道 右边的道没有公交车道 那边有个标记牌子你看到没 那是给那是他要进站 不是的 你倒上再说 好吧 这你就要观察前面有几辆车是执行的 几辆车是右转的 几辆车是左转的 你要让直行和右转 而且立马你要加到 立马你要加到五十 哪有巴斯类的 这个不行吗 我就是说这是近站 然后你现在进来就一条路 那这周有人可能会靠右啊什么 没有观察好多些 对 你现在对 我都没同意 反正就是那个 那个路口的左转 是一个很经典的靠点 我我曾经在我教练陪同之下 在那地方都错过三回 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对面的 就是直行了 直行去刚才那个 那个你去了Rondeville 然后你是左转了是吧 倒再说 好 这一口是还有一个点的 你尽量要靠右行驶 不是尽量靠右行驶 在左边就可以了 除非我这一个路口 下一个路口我一定要左转的话 那我肯定是要靠左行驶 除非你知道 不知道的话就两个 两条 两条 两条车道或者多个车道 你一定要在右边 就是考试的时候的一个 都是 都是节点 都是跑点 它是在这个牌子就看见了 最早这个 右边这个牌子 对 这就是最早先跟你说了 两个Line都能右转 只有中间的Line可以直行和左转 然后我前面这个地方是右转的 它让我去那个开比 开比方向 跑了时间不跑了 我也有点记不清 这个右转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前面这个人形行道 你一定要有一个扭头 观察右边和左边这个 有没有自行车行人 而且呢 马上就要加速 观察下面的左道 因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早打左转向 因为是下面肯定是要并道的 还是90 你像我现在就跟前车的车距啊 有点近 近的话就 近的话就送送油门 这个距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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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中间后视镜 还有两边后视镜的动作 因为这样有的时候 考官他会看 你有没有用镜子 尤其是后车的车距啊 什么的 如果后车车距跟你比较近的话 你就一定要拉开跟前车的车距 因为就是 警方前车突然击刹车 如果你跟前车的车距又特别近 你就得击刹 那么就增加了后车反应不过来 他跟你那么近 他就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这个都是从那个书上看来的 书上都写了 看到的就说一下 想到的就说一下 你看这个车要进我的道 我就稍微送了油门 方便他进来 其实他现在100 但是我才开到80 因为什么 我要跟前车保持车距 这种千万别说 啊80 我现在80 那个什么高速上 说100的要95 我就踩了95走 你还有一个要保持前车车距了 我当时是从哈克比下去的 你看到前面这个蓝色的了 哈克比方向 你就可以打 打那个 右转向灯了 然后看一眼右后方 没什么车 就变道 变下来 然后哈克比这边有一个坑 就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吧 教练会说 你去哈克比C 其实我从前面那个车转的 但是 有的考官 有的考官 会跟你说 我要去哈克比C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想 哈克比C在哪儿 你只能看到说 就好像有一个右转 右转哈克比 对但是哈克比C在哪里 你要提前看到 你要提前 这时候在右手边 那个右手边 他挂在那个牌子上 你会看到 哈克比 哈克比是 一会儿的那个 Roundable左转 你看这个车 他要左转 他不贴转 他不贴左 我就没法右转 他也是 这也是一个考点 是吧 他没有特别贴左 我就没法贴 我就没法贴右停 这也是个考点 你要左转 一定要贴左 然后要右转 一定要贴右 你像你如果 你转到这时候吧 他说你去哈克比 你就有点看不见了 其实你在高速上的时候 你老远就能看见这儿 在头顶上的右手边 在头顶上的右手边 有一个告诉你 哈克比 是在 是在这个Roundable的 这个左转的地方 我考试的时候 我考试的时候 没有去哈克比 然后考试的时候吧 就是有人他 有的考官可能 会让你开那个道 就去台比了 就是这个山路道 对 他当时是让我往回开了 他当时是让我直接上来 左转 然后我看到这个之后 对 往Solentuna方向走 到这儿来了 因为那个地方 他有Galway Sun 所以说他 他尽管从你右手边出来 他也要让你的行 你老远就能看到 他那个边线是宽的 左手边的宽 线是宽的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地方你要 你是要并道的 就可以把左转向打起来 我记得大车不是说最高90吗 他明显超速了 我都开到100了 放好大 你要超车的话 你要从这个中间的后视镜 能看见能看见他整个车 然后这时候又转回去 应该还跑到什么地方 我想起来了 到了一会儿 我可能印象想起来 我看一下 90对不对 可不可以 我可以在哪里 这个地方 我可以在哪里 我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我可能不想起来 我可以在哪里 我能看见 你不想起来 这个地方 就是在哪里 我可能会在哪里 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这时候 我可能会不会比较 我可能会在哪里 你应该会 我可以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对,他让我去回苏伦鲁兰,Dunderey的那个方向 对,Dunderey它那边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条岛,反正就是它有一个地方是连续的这个变道,还有连续的变速 好像就是这条路吧,对,这地方写了个70吧,然后你以为马上就要70,不是的 离近了之后,下面有个小字,应该是200米,就200米以后,就是70 从这上面掉到顶就是70了,然后你这时候,看到这个右,然后你就要右转,把右转向灯下来 然后他当时让我去,对,他让我去,他让我回苏伦鲁兰 然后你就要看,你就要看这个塑鲁兰是哪里,看到了这左边 就要打左转向了 这边是50,千万不要超速,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 然后提前看好,这些横道 然后别忘了,走内道 然后看一下右边没车,我们直接的切回右道 然后他让我继续回苏伦鲁兰,我们就直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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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conservation 好 好 好 我 aussi 啊 好 魚 cut 会烤点了 30 对 我跑了那么多路 绕梯不绕 那边怎么走来着 要不你倒一下行 看看我们能不能再去那个地方 也就在那一条路线了 您可以帮您手里走一下吗 没事 您的手里倒不掉 没有 还有一个出现呢 要走来着就放心了 嗯 您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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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